主要是用什么呢? 就是i这个产生的数字 如果除以2之后,能不能被2给整除? 写的方法,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不等于0,或者等于1也可以,很多种写法 可是除了这个写法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一个程式里面 可以怎么样?可以再加一个叙述 在range后面,range其实可以加三个参数 可是第三个参数其实可以略过的 那三个,第一个是从哪个字开始 第二个参数是到哪个字停下来 不会产生,所以100不会就变99 那再来的话,后面你可以逗点 逗点后面还可以加间隔 间隔多少个数字 预设值是间隔1 所以如果是1,那下一个就2 可是如果今天我下一个不要是2 我下一个要3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加一个数字 加一个2就好了 意思是说我间隔2 意思是说我预设是1 那如果我这样子的逻辑的话 我就不用做那个if判断 有没有,if判断的话 那我就可以,我可以把这个if逻辑 假设我要改的话,我改成这样 如果我要加一个step,这个叫step 或者叫间隔 那我就可以把逻辑拿掉 逻辑部分删除 假设我就不要逻辑了 那我就可以怎样 当它是1的话呢 那下一个是3,一直到99停下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for回圈基本上 意思就是说,我是针对什么呢 我是针对135,就是基数部分 可是如果我要偶数部分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把这个复制一下 for回圈复制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底下,把它贴上 然后把这边有没有 再做一个偶数的 那偶数的话就是什么 从改哪个地方呢 改第一个字不就好了 有没有,从哪个字 因为刚刚基数是1开始 那偶数的话从什么 2开始嘛 然后再间隔 那不就变4 在6,一直到98 再来98过了 有没有,就100就停下来 就不会,就到98而已 OK 所以呢,如果你不用逻辑判断的话 那实际上你可以做两个回圈 有没有,一个是 一个是1开始 后面加一个step2 一个是2开始 一个是,有没有 然后呢,底下的话一个上A,一个上B 最后一样把它print出来 结果会不会一样呢 试一下 刚刚应该是2500基数的2450 那如果这个地方把它执行的话 有没有,一模一样 只是写法不同 有没有 至于哪个比较简单呢 好像这个写法好像程式稍微短了几行吧 有没有 那如果是 那我的习惯是,程式越短越好嘛 程式逻辑越简单越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写完一段程式的时候 我会想想看有没有,第二种写法 第三种写法 那如果是后面的写法 假如比前面更好 那我就会改,改成就是比较精简的写法 OK 那你会想说,还有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那个,到底这两个程式 哪个执行效率比较好 也是要考虑的 可是如果这两个程式,跑起来 其实 差异性 可能是小于 万分之一秒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那个万分之一秒,基本上就是 没感觉的意思 对不对,相差不超过一秒的程式 其实就不用考虑 那现在有的时候,程式是这样 因为现在电脑跑得太快了 所以以前会去顾虑到的问题 现在慢慢都不用考虑了 因为现在太快了 所以以前的工具,一定要 写的很多很多东西 主要是因为希望能够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系统的资源尽量不要浪费 那以前要宣告嘛 为什么要宣告? 因为宣告就是因为 就像你家里假的赚的钱不那么多的话 你就要开始 每个月你就要先列出预算 比如说你今天呢 老公只能一个月花多少钱? 五千块 是你的 餐费还是什么 OK 老婆可以一万块 只有你要先规划好 有啊,我之前好像看到PPT还哪里 就有说 因为女生制装费嘛 对不对 而且还要化妆品嘛 那是因为不要拮据 才会需要规划 那现在Python 你会发现它不用宣告 为什么? 因为很优务 现在因为主要是电脑跑太快了 CPU都是什么 6核心 8核心 10核心 非常 记忆体的话至少都是4核、8核、16核的 也就是说,意思说你们收入都够的话 买东西根本都不用看标价的 对不对?你们会看标价嘛 像成几何时我买东西 有时候都不看标价的时候 我老婆 你最近有钱了 就买了嘛 干嘛还要再想半天嘛 对不对? 反正 如果收入够的话 当然你就不用特别来去care那些东西 那一样的道理 现在的程式语言慢慢有个趋势 就是说不会有太多像宣告的东西 或者是说可能还要去制定一些有的没的规则 那你会越来越精简 所以Python可能再过个几年 又会有个下一个程式语言出现 那有可能怎么样呢? 它会越来越精简 越来越人性化 我好像跟我讲过啦 我大概十年前 几乎都在教Java 对,我的课都是Java有关的 Java相关的 但是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还好我改教拍什么 不然的话呢 早些没有工作了 另外,不过还有一点蛮妙的 VBA 有没有 20年前,30年前都是VBA 现在还是VBA 所以我觉得VBA 好像投资报的CP值比较高 而且稳定性比较高 它不会说 受限于说将来 又多了个东西就没办法 现在还是大家都还在用 而且还能用多久 我想还是会继续用吧 因为用了30年了 它还没有变 表示说它这东西应该不太会改变 但是Python 所以可能命运跟Java差不多 应该再过个我看 10年吧,顶多 会有另外一个语言出现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啦 因为呢,它长得也会跟这个差不多 反正该有的都会有啦 像变数一定会有啦 逻辑判断一定会有嘛 回圈一定会有 只是说那个写法 可能稍有差异啦 我想你会了之后你改一下应该就OK了 好,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 再把这个程式怎么样 多增加一个东西 叫做 这个叫Step OK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把它拆成两个回圈 一个 第一个回圈,第二个回圈 做完就分别输出 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顺便各位也了解一下 底下 在那个回圈叙述里面 还会用到几个比较常用的 像Break OK 那Break是什么东西呢 Break 其实就有点像刹车一样嘛 OK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看到一个Break的意思是说 这个回圈就跳开了 哪怕你还没执行完毕 比如说呢 我今天是一到一千 等于是到999 但是我这边有个叙述哦 i如果大于999 也就是当i等100的时候 i等100 那这个逻辑就为处了 如果为处呢 就Break Break意思是什么 就跑到99 意思是一样 哪怕他这边后面是 要他跑到999 1000停下来的话 他还是到什么 99执行完100就停下来 OK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吧 Break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叙述啦 这个叙述的话 叫Continue 只是比较少用啦 Continue意思是跳过的意思 跳过 意思是什么 如果说 那个i 这个%2等于等于0的时候呢 那Continue Continue意思是说 我就跳过 跳过呢 这个底下这个叙述就不执行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意思说 如果i 能够被二整除的话 Continue 意思是说如果是偶数就跳过 如果 所以啊 这个结果应该得到应该是激素的 OK 只是说啦 有这个叙述 但是很少用嘛 为什么 因为说这平常 不太会用到这个东西啦 如果我用到 如果你可以自己演练看看Continue 那我们可以把它称叫跳过 跳过意思是说它就不执行下一行 就直接又跳回for回圈 产生下一个i的词啦 OK 这个大概是这样子哦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待会我们就要来看哦 如果我下一题就比较复杂了 我希望怎么样 撰写两个for回圈 刚刚有两个for回圈 两个for回圈呢 帮我产生下面的99乘法表 所以哦 待会的话哦 我先demo一下99乘法表 我先开个新的嘛 然后把这个程式 delete 上面触写delete 然后把这个99乘法做完之后的结果 其实就两个for回圈 把它怎么样 把它 我先贴一下 当然最好是自己写一下 要怎么写才是重点 把它执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这边隔壁呢 就会产生99乘法表 有没有 就是这样的一个表 哇 你想说 这个很复杂了 那其实呢 但是如果你懂的逻辑哦 两个回圈 就可以把这个99乘法表给输出了 OK 城市真的很简单 但是问题你要怎么样 在这么简单的城市里面 做出这么多的事情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 我们是把那个方法二做列起 方法二 所以这边有一个 在第一几页呢 一样 在第三个单元的第二页的方法二 那主要就是 多一个 这边其实99跟100其实都一样 都可以哦 就是多一个step 然后一个step 然后把它输出 再来就是break跟continue 再来就是思考一下 九者乘法表 怎么写 OK 那这个部分待会再来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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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